这是阿波罗飞船的返回舱 其实几乎所有的返回舱 都是差不多长成这样的 它们的底部在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的热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些热从何而来呢 很多人会回答来自空气的摩擦 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摩擦实际上是此加热过程中的一个次要因素了 而罪魁祸首是压缩 让我来解释一下 当返回舱重新进入大气层时 它的飞行速度非常之高 通常为每秒几公里 这就意味着它的移动速度 比空气中的声速还要快得多 后者在海平面上的速度 约为每秒343米 因此此时的返回舱是处于高超音速状态的 它前面的空气无法足够快地避开它 结果这些空气就被返回舱的运动挤压和压缩了 这会急剧增加空气的压力和温度 根据理想气体定律 对于固定量的气体压力和温度成正比 因此如果压力加倍温度也会加倍 然后压缩空气通过传导和辐射将热量传递到了返回舱的表面 这就使得返回舱的底部和其他部分变得非常的热了 有时可以达到数千摄氏度 热量会导致返回舱材料融化或者蒸发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需要强大的隔热灶来保护自己的原因了 所以总结起来 热能来自于返回舱的动能 当返回舱由于阻力和重力而减速时它会失去动能 其中的一些动能通过压缩空气转化为了热量 另外一些这一声音和冲击波的形式消散到大气当中去了